你又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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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佩玉 你怎么来了 刚接群众举报 有人持枪行凶杀人 七队长 不会这么巧经过这里 听了枪声过来看看吧 别说 还就是你说的这个样子 行了 你忙吧 我先走 七队长 我还没有勘察完现场 你勘察你的现场 我办我的事啊 怎么了 此事非同小刻 你最好等一等 来人 给七队长搬把椅子 是 可不敢怠慢了 七队长 这把枪是你的吧 没错 是我的 我今天丢了 正找呢 给我吧 枪不能给你 恐怕你还得跟我 去趟警察局 李白云 你是想逮捕我是吧 没办法呀 朱大伟一家三口 全死在这把枪之下 我劝你啊 还是乖乖跟我 回警察局吧 那我要是不跟你走呢 齐队长 兄弟我也很难做 上面中央监察委员 特别交代 朱大伟这个人很重要 让我们警察局提供特别保护 现在朱大伟死了 我们得对上面有所交代 二少爷 三少爷 都是因为我 是我害了本忠啊 我真该死 我真该死 老爷 你先别着急 等一下大家都到了 再一起商量一下嘛 爸 爸 本霄啊 你算是回来了 赶快想办法救救你大哥吧 我没办法 你是不是还在生你大哥的气啊 我替你大哥向你赔个不是好不好 爸 现在啊 是危在旦夕 人命关天哪 我已经去过警察局了 我真的没办法 你 你怎么会没有办法呢 你不是八路军的干部吗 你去找那几个 中央监察委员谈一谈 他们会给你面子的 爸 你是不是急糊涂了 你也知道我是八路军的干部 那我更不能去找他们通融了 我们八路军有纪律 再说了 杀人那是死罪 没人能例外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要么放我们出去 我还认你这个儿子 要么你就坚持你自己的想法 我们断绝父子关系 七家从此跟你再无瓜葛 你选择吧 爸 我没得选 父爷 父爷 二哥 你这什么意思啊 老爷 是不是无论今天谁走出这个门 你就要朝谁开枪啊 我不相信你真的会向我开枪 爸 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我对你们 只有爱 没有恨 可是十年前 我朝七文中开过一枪 那是他逼我的 我不想再朝自己的家人 开第二枪 今天 你们就别再逼我了 今天 我